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8年或者之前那个欧债危机 现在这个级级 你也说过五个平均约 你看回你以前中学读的数据 五个平均约的事件是有多少机会 到三其实已经几夸张 是的 现在的价值 其实只是欧债危机和雷迈当时更加便宜 你看到已经比去年三年便宜了 虽然是便宜的 我当然所谓便宜 但便宜有机会反映未脱险 数字有时反映 第四季我们可能面临内房相关的债务违约 还有比较多 过千亿美元 然后明年上半年其实都有三千多亿 是准备继续到期要还 我很害怕又会像一些内房公司那样 照顾不了海外的投资者 还不了息 然后又踏入差点违约的阶段 Gordon 你会觉得现在就算去吸纳这些内房债 应该用什么策略呢 始终现在是一个选择名不是选择市的时候 选择名 你可以仍然对整个地产版块是很悲观的 其实现在让你看到所有东西都是指着很悲观的情绪 但是不是每个都是这么差的 你不会整个地产版块100%会违约的 所以在这些情况下其实是选择个别名 选择个别债券 不是选择市 其实现在剩下一些比较好的公司 或者是稳固的内房债券 其实是不是已经很少 因为我看到彭博有些篩选了 市面上好像只剩下20%多 是比较安全 是不是 很难选择 安全还是不安全 你看用什么 对 用什么角度 用什么衡量 就是用了Rating的衡量是否比较正常一点 通常投资者是以Rating来计算的 但是坦白说 如果做Rating 很多时候因为评急机构 它要一些事情发生了才会改Rating 所以你发生了才看回价格有没有转 其实你已经迟了一步 是的 即是你现在是投资级别的 你之后都不知道 你看到有些是投资级别 一下子就去了高息债 所以你 特别是我们作为基金经理 我们是要比较前瞻性的那些分析 但是现在我们经常都会说 有些人说有什么方法去选择呢 就是你说选择名字 选择来选择去 就是看看它的负债合规未 就是用这三条红线去做一个比较 是谁会更强 其实去年8月开始行三条红线的政策 改善程度是大的 我也觉得 看回它们有什么颜色 转到什么颜色 但是 其实以恒大为例 它都已经由红色变成橙色 但是都是会发生一些大家不想发生的事 只是看这三条红线去筛选 合不合理 又或者有没有其他方法去做 其实在任何时候 我们都不是以单一个matrix 去决定投不投一间公司 例如刚才说了恒大 由红色变成橙色 那就挺好的 是啊 花蕭田也是黄色的 是啊 所以其实这三条红线 只是其中一个 我们作为做决定的依据 在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最着重公司的流动性 刚才说过 因为一间公司的杠杠有多高 如果它可以以新债还舊债 一路这样延续下去 其实是没问题的 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基本上是流动性 当一间公司有债到的 那时候它没有钱还 就已经是一个Default Candidate 所以这三条红线是重要的 你会看到一间公司的趋势 是慢慢向着三条红线的合规而进发 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更加着重一间公司 尤其是短期的流动性 尤其是它现在 譬如几个月之后有债到期 那你就要看看它如何去还 哦 那很重要 看看它其实这几个月 能否卖到楼 又或者那种数字 会不会其实都保持到比较 比行业平均高 我想这些是因为 能否卖到楼 或者它能否卖到其他资产 或者它在其他渠道 会不会有些钱回来 谢谢大家